我想問你們特別跟公民黨社民聯繫狀區的情況 發生之前有沒有完全不同 這兩個政黨的人都說過 去個名單 他們將會派什麼人出選哪裏 是完全不同的 那真是沒有辦法確保得到 最後可能會很喜歡狀區這個政策 我想補充一些關於可能狀區的問題 過去傳統民主派的地區選舉處理 一般來說 以哪個區哪個人參與多些 很多時那個就在地區上 就較為一個主導性 譬如在全班區 我較為長一點 譬如公民黨有些人想下某些區選是傾的 當初是有些區狀的 但是傾完之後 大家還可以協調 譬如這個麗卿的選區 當初公民黨有一個人很有意願選的 當初我們大家談了幾次 最後我們堅持回麗卿 最後這個陸陽的選區 上一次是社民聯參選的 他都是我幫忙統籌 最後公民黨那個就去到陸陽參選 這個是透過一個地區協調去談 但是九西那裏 公民黨和黃毓民那邊 地區上是完全沒有溝通 但是基於招渣咀東那個選區 在早期其實人民力量已經通知了公民黨 我們那個區是有人參選的 至於他們公民黨為何最後 在我們這麼明確有人參選的情況下 他會有人報名你問公民黨 特別這個美夫那個選區 我們第一天登記已經有人報了名的 他又完全沒有跟我們溝通 在我們報了名之後 他又報名 因為我們報名之前 這兩個區都完全不知道公民黨會有人參選的 所以不是我們撞他 但是至於和社民聯理基本上 我們又沒有客人撞他 那個區是有五個候選人 天下大亂那個區是 OK 很清楚的 五個候選人 所以那個不能作準 除非你麥克風那個區 這個包吟琴代表人民力量 那就做區 很簡單而已 牛那個區 古怪人那個區 我們都沒有 所有其他聰明去選的區 我們都沒有 但是藍田那個區是特別的 五個候選人 是新區 是完全沒有業條 大家沒有區各區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臨時放人下去 除了新民黨一組之外 其他都是臨時放人下去 我們是很組的 那個不會構成有任何衝突 反而公民黨這兩個區 他公開指責我們 所以我們一定要回應 本來我們都不想說 說出來他道理就沒有 道理在我們那邊 不是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說事實而已 OK 以後大家跟社民聯 或者公民黨的合作 再看兩個關係 我們現在覺得 我們跟公民黨是沒有問題的 OK 至少 例如湯家驊 他要做超級立法會議員 要選那個區 我們都沒有人去跟他選 是吧 不過長毛曾經公開說 要去追蹤他 結果沒有去到 是吧 結果就去找鐵北辰 叫找鐵北辰 又發覺已經不行了 鐵北辰那個區 就是幫鐵北辰做選 是吧 叫民主黨我混蛋 又收工 才可以去搞葉國謙 是吧 這些就是 他們的做法就是這樣 但我們不是這樣的 是吧 我們跟公民黨的合作沒有問題 就這件事上 我們一定要回應 因為他是很嚴厲譴責我們 說我們下去那個區 我就覺得他是大作 因為他不是黑社會 他不是你的 就是希望他反省一下 但無礙我們將來的合作 我們希望將來的協調大家做好些 就不會發生這些問題 還有我會提醒他九西的支部負責人 給你心機做一下地區工作 是吧 我們有四個地區辦事處 我 是九西 剛才我們那個數據很清楚的 我們在九西和新西派最多人 我們有兩個立法會員的選區 我們是最多人去參選的 甚麼道理呀 各位記者朋友 有做地區工作 是吧 你沒有立法會員在這裏 沒有辦事處在這裏做甚麼 是吧 給點心機做一個地區工作 不要經常在這裏怨天猶人 OK 其實那些數字呢 是只有人和明亮的 候選人是直接同建制派 這兩個這樣 我想等一下宇洋再補充 我講一番新界西 新界西呢 如果你用回我們現在24個人參選 我們有五個區 單單新西 五個區 是人民力量和建制派一對一的 OK 有一些區呢 是人民力量和建制派一對二的 例如例興 人民力量對自由黨和民建聯 還有很多區呢 還有很多區呢 是人民力量對保皇黨和其他 動力人前來民主派 如果人民力量在新界西 單單對這個 有這個民建聯的呢 二十二個區裏面呢 有十五個區是有民建來的 即我們再加其他幾個 即是有自由黨 即是那類的那些 差不多在二十四個區裏面 至少有十九個區 是民建來加其他自由黨 差不多佔了八九成 那所以你看到 即是這個 人民力量 在各邊裏面 他等一下我講的 整體數 單單我自己負責的區 是和建制派那個對類 是佔了九成 回答十七數字的問題 回答十七數字的問題 我這個數字呢 未是九月二十八號之後 最update的 但是 也就是九月二十七 二十六 大概都九成幾以上 update的了 和民主黨對壘那些 就有 57.1% 和民協對的那些 就是14.3% 那些選區呢 這些選區呢 不只是人民力量 和 即是單對單的 是可能有提議那些候選人在 但是我們下的選區 也都有 民主黨和民協的選區 合起來呢 是超過七成一的 和民建聯隊的 或者是和其他 那些獨立人士 單對單對決的那些 就是 25.4% 超過四分一 即是就著我們六十三個人 我再補充一下 這個說法 即是我們那七十幾百% 即是有民主黨或者民業的候選人 但是它同時呢 都是有建制派的候選人的 OK 而且我們很多時候 有些區呢 它不是針對它民主派 是針對建制派的 是吧 譬如紅磡 是吧 紅磡 我們在九龍城區議會 紅磡 全部都是從西教的新動力去捏的 那你自己空降下來 那就是我數 明明我講的東西 所以這個數字就是 你不要只看那個數字 七十幾個% 嘩你川狗 川派七十幾個%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 我想我們稍後不要觸數字 但是整體來說呢 即是你計單一也好 單一再加其他候選人也好 如果人民力量那個選區 有民建聯工聯會憲制派那些呢 那個的比例絕對多過 有這個民主派 整體來說 即是說六十三個 但我覺得 這個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吧 你們在這些數據上 講你想達成這樣的結論 我就是搞他們 講明是親 對不對 講明是親 是吧 但是我講個事實給你聽 不是我怎樣叫做 票債票償運動呢 是不是 所以各位不要在這些地方 繞圈沒有意義的 跟著尋槍摘句在那裡寫 那又怎樣呢 當你全香港報紙 你都說我專心對民主派 那又吹什麼你 這句就是簡單的道理 就是你懲罰他 就是叫做票債票償 講明是親 那些蔡志強馬外分析 是不是 你報導事實就行了 是吧 很簡單的 不是為甚麼叫做票債票償 我們的主題叫做 踢走保皇港制裁 是民主派 我們那些文宣很清楚的 我們有些區 比如九龍城區 今天我才幫我的職員 改了單張海報 是吧 將海報改成民主新力量 VS 保皇惡勢力 單對單隻抽隻 我們不去他就自動當選 他那裡有五個 他都是我們不去 保民主派 又是有五個自動當選 更多 是吧 入我們數 九龍城這個區 那個不保強民建聯的 沒有人挑戰他的民主派 只有我們去挑戰他 單對單隻抽隻 那怎麼計算 都是輸的 我告訴你 不夠他選的 就是不讓他自動當選 是吧 即是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我們一定去搞那些建制派 但是我 就是這麼多人了 是吧 除了民建聯民主黨 最多人去參選 是哪一個政治組織 是一個朋友 人民力量 OK OK 好 報收工 過了 沒關係 感谢观看